但如果我们不善加利用这些水资源 最后它们还是会流入大海 造成浪费 而且如果遇到豪大雨时 这地下水太多的话 还是会造成一些灾害 太多的地下水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来 我们做个简单的实验 这边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箱子 我们在里头倒进些许的水 现在我们把水 倒到这个透明的玻璃箱子里头 好的 我们现在在这个箱子里头 装进一些干的沙子 沙子要装多少呢 也不用太多 大概是刚好能够盖住这个水的表面就可以了 再来一点点 OK了 现在我们用肉眼从上往下看 当然只看到干干的沙子 我们不知道它里头含有多少的水分 但是从这个玻璃箱子的侧面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 其实这一块土地里头 蕴含了相当饱和的地下水 我们现在试着在这块土地上 盖房子 假设我们住在这个地方 从此就安居乐业了吗 不要忘了喔 台湾位在地震带上 万一不幸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 地层会剧烈地晃动 晃动会产生什么现象呢 我们看到了 悲剧发生了 土壤瞬间溢化了 然后造成了地面的陷落 房屋的崩塌 淹在水中了 有没有看到 日本的311大地震 就是因为土壤异化 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灾害 这些地上下去就 就比这样下去了 就已经是暗 在海边暗了 爸爸的水来给他入家喝 所以他又失点 这水就抽不出去了 砖 纳比香跟加冬香 泡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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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不是都纯粹水 就浪购 哇 偷泥带水 穿不离 那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地层下线